普通人眼中的地表最强生物 泛马泳次郎究竟有多性感呢 一双地道的老北京布鞋 一道几十年不变的练功夫 在路上随意地走过 强大的雄心荷尔蒙便散发到空气之中 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被牢牢地吸引 大叔一般粗壮的脖子 抬甲般的胸肌 比所有人腿都粗的手臂 更不用说那性感的屁 真的好想和他成长一番呢 那么你也想被泳次郎讲报吗 刘川甫来了个奇怪的访客 据说这小子把百吨巨石一分为二都上了新闻 此任名为促速 没错就是与千年前和初代野剑宿蜜大战的那个历史同名 这小日子起名到底有多懒呢 叫山上松下的你们都懂 到了宿蜜和促速这种 干脆连名字都懒得起 直接和祖宗一个名 刘川问促速为什么要替换那块石头 那可是日本有名的古迹杀生石啊 可在促速看来那石头有毒 靠近他的生物 特别是那些小昆虫都死于非命 欲情欲礼 他都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话听的德川是大无语 不过那么大块石头 初速到底是怎么把它弄坏的呢 那可是近百吨的巨石啊 其实很简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正如我的名字代表着天下最快的腿 一脚两半就完事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生 他感觉门外有一股可怕的气势正在逼近 来者正是犯马俑次郎 俑次郎进门的瞬间初速大惊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强大之人 只有德川是见怪不怪 他现在唯一的梦想 就是俑次郎赶紧强爆 勇次郎自顾自的坐下 刘川老爷 这 这位是 习武之人不认识勇次郎简直可笑 刘川不怕死 反问猝猝对勇次郎的感觉如何 这 怎么形容好呢 虽然不适合在人前说 我感觉屁股好像受到了很强的冲击啊 嗯 感觉很敏锐嘛 刘川满脸兴奋 那这个冲击是什么程度呢 他太渴望知道那个感觉了 这个很难讲啊 我想想要非要说的话 就像是练球 那你那么大吗 是的 类似冲击记录的奥运会运动员 在狭窄的空间内高速挥动练球 既有破纪录的情分 又有被砸中的害怕 那么刺激吗 德川似乎挺嗨了 抽了个烟压压压惊 他相信猝素的形容是准确的 你是因为腿快 所以叫猝素是吧 那么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到底有多快吧